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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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試過最短的乘飛機旅程是多少天呢 三天兩夜還是兩天一夜呢 而我在2014年的12月 就試了一件我覺得蠻瘋狂的行為 就是即日來回東京 其實一切都是源於一元機票的優惠 而我實在太划算了 她一天在日本 竟然跟她一天在澳門差不多價錢 所以就忍不住買了這張 埋單六百多元的機票 就成就了這次瘋狂之旅了 我們很高停留 各位國學服務 並且希望很快就可以再錄各位 在香港發音航空的機上面見面 各位盛客 再見 剛剛下飛機了 但現在呢 是4點9 因為日本呢 就快到了1個小時 我們就飛了3個半小時 這架飛機很厲害 超準時 本身要不高 但現在是4點9 過了海關 拿了行李 出去呢 就差不多5點半了 這個東京羽田機場呢 就真的很小 所有東西都一眼看完 首先呢 我們就去買票 出市區 買票的位置超容易找 一直走就會見到京急線的搭車位置 本身呢 我們就打算去京急旅遊服務中心 去買紅色這款Discounting Ticket 這套Discounting Ticket 就包了一張去全惡子站的京急單程車票 以及東京地鐵1-3天的任搭PASS 是旅客才可以買的 價錢就是1200日起啦 因為呢 羽田機場去全惡子那段鐵路 是屬於京急線 這張地鐵任搭PASS 就不包這段路 所以就要分開兩件東西 就不可以一PASS過 但是呢 由於我們是凌晨機 現在呢 6點都未夠 那個服務中心要7點才開 我唯有退而求其次 去旁邊那部售票機買票 麽 recruiting 你想當某款 裡面你按鈕 按鈕 就將 drag按鈕 按鈕 線明顯是價格來的 這個呢 都是全惡子站的單程高 和東京地鐵的一日飛行 不過比在服務中心貴買110日圓 沒有兩日和三日的飛行選擇 我這次來每日只要買一日的飛行就夠了 很方便在這台機在購買 出來就有這兩張票 如果坐凌晨機的朋友想買到兩日和三日的地鐵飛行 怎樣算呢 其實可以在出境代堂旁邊的觀光中心買到的 这个中心5点半就开门了 大家来到东京真的好推荐大家一定要在机场买这款地铁Pass 让我再详细一点介绍 这款Pass只可以在机场和部分backcamera电器店才买到 买的时候还需要出示护照确认你是旅客的身份才行 日本的本地人都没得买 一个价钱就可以一天至连续三天 无限次乘搭东京Metro地铁全线和刀营地铁全线 不要搭错JL 还不清楚就可以去官网看详细的资料 买完地铁Pass之后 记得去售票机买一张京急线的单程票才能入闸 两张一起放入闸机就可以了 由于京急线和刀营淺操线是直通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到淺操线的大门下车 但是大门不是我们的目的地 我们由淺操线转成大江湖线才会来到我们的目的地 就是触地市场啦 虽然我去过几次东京 但是触地市场也是第一次去的 出道门我们就找A1出口 跟着指示上两条电梯就会到地面了 出道去向左边转 就会见到触地市场啦 这个好像停车场的地方就是正门啦 触地市场是日本受屈一指的中央批发市场 最新鲜的鱼山寿司就可以在这里吃到啦 做过资料搜集啦 触地市场最出名的两间寿司店 就是寿司大和大和寿司啦 寿司大外面就真的很多人排队啦 但是大和寿司外面我们就看到没有人的 明明上网看两间都应该大排长龙的嘛 那我不管啦 直入大和寿司吃啦 进去呢 只看到一个吧桌 很大 就是这个学生仔做寿司给我们吃啦 有九成人都会叫这个设计的 要成三千五百日元 逐个月加税 其实真的很贵 但是呢 的确有挺好吃的 那个鰻鱼呢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鰻鱼 但是呢 其实我本身呢 还没接受到吃芥末的人 它很多个都很重手啊 这些芥末 搞到呢 很辣啦 我觉得 我上网看回呢 原来日本人呢 只会去吃寿司大 大黄寿司的客人呢 多数都是由客为主 你看看出道理 寿司大那条人龙呢 是有真无减的 有机会呢 都想试一下寿司大 有多好吃啊 吃完早餐寿司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去找食物了 沿途出去 经过地铁站口 今次向游手边走 一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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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途呢 会见到游站还有一条大马路 再走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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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做了功課,鎖定了兩大目標 分別是松露這間玉子燒專門店 松露玉子燒全都是用高級雞蛋 加上加全備製醬汁慢慢煎烤 我選了這杯小粒玉子燒食 味道是怎樣?味道是超好吃 第二間鎖定的目標就是這間遠鋒 其實是一間食店專賣海鮮當飯 但門口兼買飯糰 有很多種口味選擇 上網看就說三文魚口味最好吃 另外我還選了一款 我都不記得是什麼味道 因為吃過就沒什麼特別的味道 但三文魚味真的推大了 一個飯糰大約200日圓 也算值得吃的 買完飯糰出發去第二站 乘車來到青山一丁木 1號出口出 上去就往Starbuck方向走 走大約五分鐘就會看到這個旅程的主角 就是銀行啦 這裡是明治神宮的外院 秋天的東京最出名的不是紅色的枫葉 而是黃色的銀行 每年11月中至12月中 東京的街道隨處都會看到這些金黃色的銀行樹 在這個one day trip裡面 我就帶大家一起追蹤銀行啦 我終於來到第一個看這個銀行的地方 這裡是神宮外院前 真的超級美 其實這裡是很多日劇拍攝的地方 你看超級美在後面 我第一天看到我真的覺得很震撼 兩旁黃色的雪景高 但是超級美 神宮外院這條銀行大島 是東京最知名欣賞銀行的景點之一 但是我去的時候已經是12月頭了 其實已經錯過了銀行最豐盛的時候 最豐盛的時候應該是11月尾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樹開始變綠色 還有葉子已經落了 不過我覺得眼前的景象 依然是一個絕級美景 我已經數不清我究竟拍了多少張自拍了 所以夢時期望我胸裡抱著 Reverness 繃い毎日が やがては 下一部分我們繼續一日東京之旅 尋找靚靚的銀行 然後還去吃一個很特別很便宜的午餐 還有晚上吃了一頓很美味的晚餐 想知道在哪裏呢 就繼續收睇Part 2